69岁的大爷顿顿咸菜下饭 去医院检查 医生吃惊地问 平时咋吃的 因为像大爷这种情况确实少见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沈大爷今年69岁 退休前是一名电力公司的维修工 虽然退休了 但他依然保持着以前工作的饮食习惯 那就是每餐必有咸菜 这次儿子回来 他望父亲饭后不久 沈大爷突然感觉到胸口不适 儿子赶忙把父亲带到医院检查 没想到医生自己检查过后 都感觉到神奇 因为咸菜中的钠含量非常高 通常是不建议高血压 或心脏病患者过多食用的 但大爷的情况特别的奇怪 因为他的体内 似乎发展了一种适应机制 帮助大爷调节这种高纳摄入 尽管大爷长期高纳饮食 他的血压和血脂 均保持在正常范围 这表明他的肾功能异常的强大 但是长期吃咸菜 通常会导致血压升高 可能会加重心脏病和肾脏病的病情 以及可能增加患肾结石和股质疏松 等其他健康问题的风险 所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保持低纳饮食是较为健康的选择 所以这种肾脏病的肾脏病的肾脏病